委員好 局長好 請問你 這個 我們 UEM電電車 這個微效號 800型的 我們是能夠 可以提升到 時速130公里 請問這個微效號 現在都派到老邊 去營運 請你告訴我 我們大概會在這次改點 7月16 改點以後 所以中南部會增加微效號的編主 你現在都行駛 嘉義隱南 苗栗以北 那為什麼中部沒有呢 這次改點有 我告訴你 這次改點就有 這個微效號 這個可以放自行車 而且無障礙空間也比較大 比阿富汗還要多 你要知道自行車 騎自行車比較興盛 是中部 是中部 很多的車友 希望能夠做這個微效號 可以去東部或者去南部去騎自行車去運動 但是 有 這次我們就有調整 因為配合頒表 這跟頒表要配合 然後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很關心 就是積極線我們也可以推出那個良鐵的 可以停自行車 積極線也是一樣 騎自行車也是很新生 大概7月1號應該可以 那你當初你購買這個微效號800型的 速度可以提升到130公里 其實這個速度都可以比自強號一樣的快 一樣的快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拿來取代這個舉光號呢 你舉光號你看電路發生火災 那舉光號 那個內車都已經四十幾年了 已經老舊了 那你用微效號來取代就好了嘛 對不對 謝謝委員 其實我們也在研業啦 因為我們是希望說 二月齁 就是我們原齡高價是11月會通車 所以它的運轉條件會去調整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 年度喔 年度改點的時候 一併把它納進來這個全面的調整 確實有這個功能 我們也做了一件小的這個措施 就是在微效號上面的座椅啊 有編號1234 也就是說必要的時候 確實可以抽換這個 這個舉光號列車的這個 時間的頒表 用微效號來代替 是 那我再詢問你喔 你這個區間 區間的電連車跟區間的 電連區間的快車 你現在好像我看起來你 北部的話都是區間車嘛 站站停嘛 那你為什麼不用 啊區間的快車跟區間的車來做 這樣旅客的一個分流 不然的話你看區間車 站站停 大家整個都 整個都 那你分流的時候 長途的話 人家做長途 就不會說大家都擠在一起嘛 那你阿富號 你跟微效號 那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區格啊 那你都不是 你都不是 微效號800型 700型 阿富號 都是把它拿來當作區間的列車 那你當初你為什麼還要 還要買微效號 提高它的 它的速度 這樣就假買嘛 對不對 所以用你台鐵的時候 你就把它跟高鐵一樣嘛 高鐵直達的 還有站站停的 它都是一般一般這樣跳 跳躍式的 你看都可以分流 那你區間車跟區間快車 可以這樣做這樣的一個調配啊 才不會說大家擠 擠你們的台鐵的車子 坐你們台鐵車子擠在一起 委員這個建議很好 我們也是有考慮 但是因為我們樹齡到七度 這個路線的容量 已經這個很難在排這種快車 如果它一旦排快車的話 會造成其他列車的晚點 那我們是也是在通盤在考慮 就是說這種像這種 台北台中高雄 這種都會型的部分啊 是應該有這種快車 好在通勤時間帶 也就早上七點到九點 下午十七點到十九點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是 因為這次的調整 改點啊 我們是希望能夠變動最小 在西幹線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在二月啊 整個重新改點的時候 會把這個委員這個建議啊 就納在這裡面做考量 還有一個 不好意思 我們有一個就是辨識系統 就是要讓旅客習慣 或是能夠確認 他搭的車是快車 而不是站站停的區間車 所以在辨識系統這邊 我們也會利用幾個月的時間來研議 譬如說我們就選擇某一個特定的或是相關的這個方式啊 到時候再跟這個委員做說明 希望下一次改點的時候這個八百型的能夠行使我們中部啦好不好 不要說你只有行使南部嘉義以南還有苗栗以北這樣對我們中部的人是很不公平的 改點的時候維蝦號能夠加開我們中部的 那以後將來改點的時候區間快跟區間車啊能夠做一個調配 做一個旅客的一個分流 如果說他們是比較長程的 你就增加一些區間快像中壢桃園板橋樹林到台北嘛 你不要說站站都停都停嘛 你那維蝦號做區間區間的快 啊區間車就用阿福號來做調配嘛好不好 這個可以研究看看啦好不好 這是我的建議啦 那我再請問你 你剛剛你這裡的報告裡面啊 講到很多其實都是你們的人員的不足 你們現在台鐵啊 退休的人多啦 進來的人少了 你們已經十幾年 過去十幾年你鐵路特考都沒有新進的人員 現在你們的人啊 你們的員工都將近五十歲 平均年齡都將近五十歲 你想想看 這些人退了以後你缺的人還 還還很少你現在技術都沒有 沒有傳承啊 沒有傳承 所以你會狀況百出啦 你狀況百出 我舉個例子 你那個行車調度員啊 以前中南北都有行車調度員 你現在把它取消 集中到 集中到台北 那中南部人就不願去那邊當行車調度員啦 你想想看以前要當行車調度員 這是很容易的事情 一定要當站長 當車長耶 還有當司機員 才能夠當行車的調度員 現在不是啊 科技技術都可以做啊 沒有臨場經驗耶 如果說亂調度 調度的不對的話 錯誤的話 會撞車耶 會撞車 那現在行車調度員跟臨場的人 那種觀念又不一樣 一個是用經驗來判斷 一個是用考試的自己來判斷 有時候喔 觀念啦 或者看完會不一樣 這對我們旅客來講 也是很危險的 局長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 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嚴肅的議題啦 那尤其是調度員的部分啦 我也 到任以後 我也跟我們調度員作談過 這個 也深入 幾個特別來談 那他們都有蠻有使命感 那確實我們的 這些信進人員啊 在以前的培訓 確實是比較完整 那麼我們也 從今年開始也開始陸續來做調整 我也跟委員報告 大概有兩個配套 要做同步的處理 第一個就是 員工訓練的部分 也就是必須要經過 員訓中心喔 這些調度員的訓練 而且必須有強迫的這個 淘汰率 那麼也嚴格的這個篩選啊 才能夠進到調度總所 來做調度的工作 那麼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會領選 一些優秀的 就是特考 相關的這些新進的同仁啊 來趕快培育啊 這新的一代 是 但是我是還是認為說 經驗的穿承比較重要啦 不是說訓練啦 有些訓練 他是 他是用考試的 但是他沒有15的一個經驗 以前的調度員 以前的調度員是當過車長或者是站長或者是司機呢 可是你現在新進的調度員是沒有啊 是沒有啊 那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你把中南部取消嘛 那中南部人 那中南部人 誰人要再去台北上班 不可能嘛 所以你的調度員就不足嘛 不足的怎樣 你就用考試的嘛 考試了以後你想想到調度員 很老的 你想想看 那些比較有經驗的 年長者他會聽嗎 如果說真的 發生任何狀況的話 這是對行車安全是有很大的一個威脅的 這個部分你要去了解啊 你要去了解 是不是要再回覆說以前調度員 中南部都有一個調度所 委員報告這一定是中央控制 因為我們就是都在台北 這是這個不能再走回頭 因為我們現在的車輛調度是集中的 那你如果說你要中央來控制 中央同意來一個指揮 可是你這個人員 你還是要鼓勵嘛 有經驗的人去當這個調度員嘛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也是 好那我再請問你 現在為什麼我們台北的員工 一直都一直要搶退 是什麼原因呢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要搶退啊 原因有很多啦 原因有很多 那當然有一個責任越來越重 壓力越來越大 壓力越來越大 車輛維修越來越多啊 越來越多 那以前的車子啊 有時候是跑一趟就可以維修了 看起來不會怎麼樣 可是現在不是啊 假招兩三招 再來維修啊 大家壓力很大啊 哪天會發生狀況 不知道啊 所以搶著要退啊 可是你新進的人員你的地補 就不足了 不足 那技術技術不夠 所以你會常常發生一些問題嘛 發有些追根究底 就是人的因素嘛 訓練不足 人員不足 你的司機現在也缺很多 司機缺很多 要加班也很困難 你要推那個觀光列車也很困難 因為司機不夠嘛 有錢要讓你們貸 沒輸機器塞回家 難怪你們會賠錢 這是你們乘客的老問題 所以局長 你還是要全面去思考啦 那我再請問你 那彰化台鐵 這個老舊的宿舍群 現在已經做成決議 18棟真的要保留 那可是包商把那個宿舍群 把他圍起來 不讓一些民眾 文史工作者去那邊 把他做一個規劃 或者是一個清點整修 是不是你能夠跟 跟我們公務段講一下嘛 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有權責問題 如果說有跟縣政府 或是有特定的團體的話 因為他有責任的問題 我想說我們會 我們來處理 你們也可以會頭 讓他們去看啊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鴻鈞委員發言